Hello,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说澳洲 今天我们来看一套位于澳洲墨尔本东南区Burwood 距离华人区Burxio也非常近的单层独栋别墅 而且占地面积非常非常的大 房屋的屋况相当不错,未来也有开发的潜力 像周边全部都是这种一开三的连排别墅 我们这一块地一开三,未来开三套连排别墅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房屋内部的情况 这边就是房屋所在的街道,街道叫做Hivelock Street 向我镜头转的地方大家就可以看到有不少的连排别墅 像这种连排别墅都是类似于我们这样的房子 推倒以后在这块原来的地上重建了三套连排别墅 那因为我们这个土地呢,占地面积有800平米以上 非常非常的大,也就是大地别墅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开发的潜力是非常足的 那在视频一开始呢,我要说明一下 这套房子呢,已经委托了本地一家中介公司作为独家销售 我这边呢,是做帮忙做一个宣传 因为呢,这套房子是我母亲的一位至交好友 非常好的朋友的,所以呢,帮着一起宣传推广一下啊 仅此而已 好的,我们接着看房子啊 房子呢,一共是四间卧室啊 四房两位,两车库 那这个车库前面呢,也可以再停两辆车没有问题 这边呢,是一个非常大的lounge会客厅 如果说需要的话呢,也可以把这边作为一间卧室 完全没有问题 这边是餐厅啊 房屋的特点呢,是虽然是相对比较老的房子 那布局还是非常合适的 另外一方面呢,整体的这个光线采光非常非常的好 异常的敞亮啊 这也是我妈的朋友为什么当初呢,选择这个房子的原因之一 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 是房屋的地理位置啊,非常的好 那这个房子呢,是在墨尔本的东南区 叫Birdwood啊 Birdwood呢,本身啊,教育资源非常的丰富 这边呢,有著名的迪肯大学 以及可以说是墨尔本的非常有名的私校女校啊 天花板,PLC女校 房子离这些学校呢,都非常的近 我们这边走出去以后呢,到博物highway走路啊 从房子走到博物highway这条主路的话 差不多三分钟啊,三分钟就能走到了 那博物highway上呢,就有电车啊 可以通过电车呢,一直到CBD 非常非常的方便 另外一方面呢,这边距离我们著名的华人区 也就是博士山,Boxio 也非常非常的近啊 开车的话,差不多十来分钟就到了 还是非常方便的 这边的这个华人呢 占比也是挺高的 我们这边看到呢 是另外一个卫生间啊 除了主卧的套间 这边还有客位 另外呢,洗衣房是加做了一个淋浴房啊 所以呢,比较方便 这边的房子呢 如果说出租的话呢 也是非常好租的 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啊 离迪肯大学非常非常的近 有大量的学生租客 所以呢,如果就维持目前的现状 直接出租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或者呢,就是做开发 亦或者呢,一大家子来居住啊 因为卧室的这个数量够多 本身呢,作为单层来讲 也是非常方便老人啊 所以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有很多的潜力和多个功能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后院啊 后院非常非常的大 OK,首先呢 车库背后啊 有这样一个儿童可以玩耍的小木屋啊 还挺有趣的 这边呢,是车库啊 车库刚才讲了是双车库 所以呢,完全可以停两辆车 绰绰绰有余,没有任何问题 车道前面呢,甚至可以再停两辆啊 房屋呢,是标准的专木解构啊 专房 所以呢,非常的牢靠啊 底子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接着往里走啊 看一下后面的这个院子 非常非常的大啊 如果是家里有娃的父母呢 肯定更加喜欢 另外呢,我要再说一点啊 家里有娃的父母更加 更加觉得重要的东西 就是这边的购物资源也很丰富啊 有Burwood Wynn啊 Burwood Heights啊 有这个Burwood Brick Walks啊 购物中心 另外呢,离博士山很近 离Chaston也非常的近啊 真的是相当不错 那这套房屋的价格呢 也跟大家说一下啊 170到180 另外呢,是会拍卖的 拍卖时间是11月初啊 好的,房子呢就介绍到这儿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最后老样子说一句 如果您在澳洲墨尔本 有一套房 想要最近出售 或者了解一下行情价格的话 欢迎私信随时和我联系 那我们就下期见了 拜拜 拜拜